大家好,我是刘亦 酸辣白菜到底怎么做更好吃 大厨今天分享一个饭店的做法 吃着酸辣爽口,开胃下饭 做法有技巧 下面来一起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选择新鲜的大白菜 清洗干净,去掉老根 最好是选择这种 根少叶多的大白菜 吃着口感更好 今天做这个酸辣白菜 不用倒切,用手撕的方法 把大白菜的根稍微撕小一点 更容易入味 大白菜的叶稍微撕大一点 因为在炒制的过程中叶 它的缩水比较大 用手撕的方法比用刀切的 炒出来的味道和口感都更胜一筹 准备点小料,大蒜先拍破 然后剁成蒜泥 稍微剁出一点,剁好放入碗中 小米辣泡椒适量 可以使炒出的酸辣白菜 口味更有层次感 切好放入碗中 不喜欢吃太辣的就不要放 青红椒切成片 增加颜色 切好放入盆中 食材一准备好 下面开始烹饪 起锅 先把锅烧干 今天用不一样的做法来做这个酸辣白菜 放入适量的油 油热 先下入大白菜 扁炒 炒这种素菜 火一定要大一点 保持大火 先炒20秒钟 大火可以使白菜 迅速的收缩表面的水分 减少白菜的粗水 锁住白菜的营养和鲜味 炒泥即可倒出 另起锅 放入葱油 少许的猪油 炒素菜放入猪油 可以使素菜吃着口味 不寡 油热 放入干辣椒 干辣椒最好是提前用开水 浸泡5分钟 使其更干净又出味道 把干辣椒炒至微黄 然后下入蒜末和泡椰三椒 继续扁炒出香味 下入切好的青红椒片 稍微翻炒倒入大白菜 大火翻炒均匀 调味 放入一勺盐 半勺的鸡精味精 少许的白糖 火味提鲜 生抽适量 蒸味又提色 酸辣白菜的酸味主要来自醋 先放入一部分的醋 增加酸味 大火翻炒均匀 接着放入第二次醋 放入这一次醋 可以使炒出的酸辣白菜 酸香味更醇厚 如果喜欢吃太酸的就不要放 最后放入水淀粉 让白菜吃着口感爽滑又入味 接着一定要用大火快速的翻炒 炒出锅气 炒出香味 收拢锅里边的汤汁 即可出锅装盘 一道口味酸辣爽可力 大白菜就制作完成 我是刘宜 每天分享一道家常菜的做法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